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 如果你今天站起來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他從頭到尾都不會用到這個 就是這邊到下面 然後這邊到下面他都不會用到 他只會用中間 可是其實這是一個 很難講的事情是 貝多芬在那個時候他已經有這麼大的鋼琴 因為你們知道他是24首 你知道他上一首是這個 他一直到上面 就是熱耳琴 然後他到這上面 其實他也很常用到 這邊他都用到 像說 他已經都用到這裡了 可是這次手作品舉例 他只有用到這裡 至於為什麼呢 沒有人知道 真的沒有人知道 他的下一首是一個德國風的 這首的音樂會上也彈過 那這首作品曲裡面呢 這段時間 其實是他跟 泰麗莎私訂終身 第三年吧 他們訂婚 也不是訂婚 他們私訂終身四年 這是第三年發生的事情 那時候已經快要吵架了 快要分開了 他寫了一個這個 然後一開始就是有這樣 一個小的間奏 然後他就進到一個第一主題 這是他的第一個主題 然後一個非常的溫暖的主題這樣 然後他就是 然後把聲音慢慢的移高 然後他就停在這個地方 他沒有再上去 其實他可以再上去的 因為貝多芬在這一首的時候 就華德斯坦的時候 他已經有這麼大的鋼琴 這是在21首 可是這是23首 他沒有再上去了 然後這個音型 然後這個音型 然後從 這邊 開始之後 他出現一個快速的音符 可是 正常來講 照貝多芬來講 他應該要出現一個 不是這麼好聽的 他應該不是 他應該是 他應該是出現這樣 這應該是貝多芬吧 他知道 就是 熱情出現過 就是他到上面去的時候 可是他去出現一個 就是他到上面去的時候 可是他去出現一個 一個很柔的東西 然後下來之後 他也沒幹嘛 他又再回到 又回到 又回到 低主題 然後他到 程式不發展過的時候 他就出現一個 一個小調 就是他整首 從頭到尾呢 都是 非常弱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跟貝多芬很不一樣 就是他從頭到尾就是 他說 大聲只有這裡 可是其實貝多芬非常的清楚了解 這點也是不會大聲的 為什麼? 因為他只有兩個 音 如果你要大聲的時候 以鋼琴的構造來講 他必須是一個 很多音 一起下去下去會很大聲 像說 就是你必須有很多音的 可是貝多芬就只選擇了一個 只有一個音 一個音 這樣彈下去 然後就結束了低音 所以這樣也是一個非常奇怪 他就是這樣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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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生就只有當她學生的時候 所以她 所以她大部分喜歡的都是她的學生 這樣 真的啦 所以她基本上就只有跟貴族談戀愛 可是基本上她寫這些其實她都 都沒有未來 其實我常常在貝多芬應該自己也知道吧 都沒有未來這樣 然後 那麼貝多芬的音樂會有一種 到最後的時候就是她很有未來的感覺 可是 這首其實都沒有啊 就是我怎麼彈都不覺得她有未來 但 分多分 就是很多曲都很有未來 像說這個啊 那她說很有未來 就是她就是要去 去戰爭要幹嘛 或是像說她的Batron Bat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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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最後是 Bat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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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也是這樣嗎 就是 一種要 她可以的 然後暴風與第三音樂 她雖然是一個柔和的 可是 聽起來很幸福啊 Bat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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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獨這個 你唯獨她 這樣 Bat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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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連到最後結束的時候就這樣 Bat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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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人家寫的嗎 不要寫得太那個 會不會這樣 她這個是獻給她的愛的那個學生啊 她一邊也教她嘛 她順便也教她啊 她學生也要彈得出來對不對 可是這個曲子蠻難彈的 所以她學生彈得出來嗎 不知道 可是這個曲子真的蠻難彈 因為她有一些地方聽起來很拐 當然沒有像什麼華德斯坦或或熱情這麼難彈 可是她有一些地方很拐 像說 這個 這很容易吃螺絲 就是 就你講話很快 然後你就卡住了 慢掉了 就是你每個音樂都要這樣 你知道 你不能 就是其他蠻難彈的 我並不認為她的學生彈得出來 按照我對那時候的棍子的了解 然後她這個曲道結束之後還這樣 然後她這個曲道結束之後還這樣 一個問號啊 然後她結束曲道 就不見了 如果正常的講她應該是這樣 這才是標準的貝多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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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她身上是 對嘛 她應該是 然後之後她就會出現一個動機 就是 然後之後開始出現 然後再 這才是標準的貝多芬 不是就是她就會衝到尾 就是 就是一個快速的音樂 然後一直衝一直衝一直衝 一直衝到最後 然後 這才是貝多芬 可是貝多芬這邊就走 然後就結束了 然後就結束了 而且其實認真來講 我覺得這會覺得很有意思的事情 它是 它有五個聲耶 他選了一個 奇怪的調 這樣 這樣 而且是有點帶個 唉唉 有點唉傷的調 其實她如果換一個調 做音樂還比較好聽 比較溫暖 就是 有沒有 可是她選了一個 可是這樣可以 但是如果還要亮一點 它是可以 就是 我把一樣的主題彈不彈掉了 然後這樣 聽起來比較明亮 比較有希望 可是 就是一開始 它就擺明了說 我是沒有希望 這樣 我認為吧 就是一開始 它就擺明這樣啊 所以它可以 或是它更亮一點 就是 這聽起來比較有希望啊 可是它就是 可是它就是 它摸高就算一個 很沒有希望 這樣 其實我自己覺得 它自己一定知道 它是沒有希望 對對對 它一定知道 貝多芬或許是個 難相處的人 或許它是個脾氣很差的 但是它絕對不是個傻蛋 對 這首的古鋼琴的版本 不會比現在的鋼琴差那麼多 不會 我覺得是它故意 是不是故意 為了這個 也有可能是為了 他的 女生寫 就是那個女學生寫的 也有可能啊 就是他寫的 就是在這個 Range 很有可能 因為貝多芬的鋼琴這麼大的時候 那時候是少數 大部分的鋼琴都還在這裡 所以那時候的莫達特大部分的曲子 其實那時候莫達應該過世了 對 莫達特大部分的曲子 大家如果去 聽他彈 像是這樣 嗯 像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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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遠都是在這個Range上面 對 所以他有可能是為了配合他家的鋼琴 對 可是這可能是量身定做 因為之後來 人家瑋多芬都邊寫的 瑋多芬根本不管這件事情啊 就是他就 反正他覺得鋼琴可以有多大 他就用嘛 因為他後來寫 不管是 告別也好 或者是熱情也好 甚至不用說哈馬卡比也好 對啊 他每一首都沒有在管這件事情 就只有在那一首 所以很有可能是 他為了他的那個學生做的 或是通過了 那幾天剛好在鋼琴壞掉了 我們想太多了 這個應該是你想太多了 因為他鋼琴一直在壞掉啊 他留下了文獻 他後來很喜歡有一排鋼琴 那個排鋼琴我真是 永遠都記不得名字 因為現在根本沒有那排鋼琴啊 他喜歡那排鋼琴 不是因為他聲音特別好 不是因為他出現特別靈敏 他喜歡那排鋼琴的 唯一的一個原因就是 他彈完一場音樂會之後 那排鋼琴不會壞掉 這聽起來不是很詭異嗎 就是 也就是說在那時候他的鋼琴 每一排鋼琴 他只要彈完一場音樂會 那個鋼琴就壞掉 他的壞掉不是斷寫 他會這樣是錘子壞 這錘子整個地也開或斷掉這樣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可是那時候真的太不堅固了 所以他只喜歡那一排鋼琴這樣 嗯 可是他 這首曲子就像卡洛斯講的 跟古鋼琴聽起來 古耳太大的差別 可是你會覺得音高怪怪的 古鋼琴會比較低 可能 你聽到會是 我們現在聽到的聲音是這樣嗎 你可能聽到的是 可能是這個 偏近這個 為什麼因為古鋼琴的音會低 當然是調音的問題 可是現在很多人為了維持那個原貌 就會一直把它調低一點 對不對 因為我們現在聽到的音高已經都是 但是 很高了 在 說不定以莫達特來講 他都覺得我們高一個半音 莫達特就比貝多芬更低了 所以 莫達特可能可以真的跟我們差一個半音 他的認為的 我們現在聽到的拉是這個音嘛 就我們繼續聽古鋼琴聽到的調音是這樣 莫達特的時候的調音說明是這個 對 所以其實莫達特很多曲子像說 比較有名的 可能他聽到的聲音是這樣 他聽到的聲音是這樣 他偏向的音高 對我們來說音高都太高了 對他們來說 因為我們已經太習慣音高很高的 而 曲應該是納粹還 現在的音高是納粹定義的 真的 希特勒他 有一天他教他 果然在那邊拉 他就說這個音高很好 這樣 可是為什麼大家喜歡這個 因為當你越高的時候 你會越激壓 會越亢奮 這樣 所以就是這個音高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談 李斯特德 我們現在會有所思考的 好的 走 很熟